慣世 由建築到城市規劃 從歷史走到今日 都呈現出和風藝術的美態 體會到日本人對傳統文化的珍惜 以及對大自然的尊重 文英認為 日本每一個地方都帶給人很鮮明的形象 如果東京就是日本武士的化身 那京都就好比莊嚴的日本皇室 至於大阪就放回商人的化身 熱情幽默充滿了創意和民間智慧 當你掌握這些形象和個性 就可以拼湊出一個完整的日本